我们关注一下全球的经济 欧美的经济和就业的复苏 比预期来得快很多 那么美国联准会被高度关注 什么时候宽松会缩手 而欧央在周四开会决定 要缩小 小幅的缩减购债的规模 而且会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测 显示他看好欧元区 本身的经济复苏 至于企业面 美国科技龙头脸书 推出了和雷鹏联手 脸书的智慧型眼镜 那么他是不是能够开辟一片新的主流市场 不会重蹈 Google眼镜问世两年之后 销声匿迹的复彻呢 镜头先从脸书眼镜开始谈起 科技龙头脸书和知名眼镜品牌雷鹏联手 打造自家第一副智慧型眼镜 取名叫Ray-Ban Stories Ray-Ban Stories are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s a future when phones are no longer a central part of our lives and you won't have to choose between interacting with a device 除了能接电话 听音乐 拍照 还能拍摄最长30秒的短影片 假如在和脸书最新APP做搭配 则能直接把照片和影片 分享到脸书 以及IG 抖音等平台上 脸书试图把智慧眼镜带入主流 却不是戏骨的拓荒者 回顾谷歌在2013年 推出的智慧眼镜轰动一时 只是价位太高又涉及侵犯隐私 不使用等种种诟病 让这个第一代产物不到两年就销声匿迹 如今脸书避开别人的失败路 找上专做眼镜的大品牌合作 打造出造型不那么突兀 又能顾及他人隐私的智慧眼镜 因为镜框内建了LED灯 一旦启动录影就有灯光闪烁提示 价格也相对亲民 299美元约8000台币出头 还有20种样式任君挑选 随着Delta变种病毒越演越烈 包括脸书等科技大厂都宣布延后返工 日前宣布10月重返办公室的微软 最新决定未设限期的延后 受到微软 亚马逊 苹果等科技肋骨拖累 周四美股三大指数同步走低 斗琼更是连四个交易日收黑 不过投资人对于Delta变种冲击 经济复苏的疑虑 稍稍被这项最新数据缓解 那就是美国上周处理 事业究竟金人数锐减到31万人 创下18个月疫情轻敌 随着美国周约市场介入佳境 也再度引发投资人担忧 美国联准会出手缩减QE的行动 会不会比预期来得快 因为已经有四位联准会官员 释出今年就会出手的风声 反观欧洲央行已经有所动作 欧洲央行周四开会决议 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疫情紧急购债计划 也至少维持到明年3月 但是看好欧元区域经济复苏 决定小幅缩减购债规模 市场预测 欧洲央行可能会将每个月的购债规模 从800亿欧元减少到6到700亿欧元 拉加德认为 欧元区目前正走在正轨上 其第三季会出现强激成长 因此同步上售了 今年的经济成长和通膨预测 The ECB is slowly peeling off the stimulus band-aid It's announced and followed similar measures from 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Painful you! South Korea Central Bank there it goes has already raised interest rates It's the first developed economy to do so during the pandemic In Japan, politicians have pledged more stimulus and in the US 至于通膨压不下来的中国大陆会怎么做 受到原物料价格不断飙涨 最新公布的大陆八月工厂通膨 创下13年新高 就连煤炭价格也因为供应链受阻 在本周刷新记录新高 在疫情反复之下 从政府到企业都如履薄冰 步步为营 QB新闻终后报道 哈哈哈哈 务《池菜一期则》 中文字幕提供